当狗群开始窃阵 狼群就该集体发力 四下突围了 正在这个时候 抵近了那圈外延指挥的 毕利格老人突然大喊 巴勒 巴勒 冲 又比划了一个后退的手势 春春和杨克立即明白老人的意图 也狂喊了起来 奥狼 奥狼 冲 冲 两条杀红眼的大恶狗 明白了主人的叫喊和手势 巴勒和二郎突然后退了几十步 迅速改变战术 连吼了几声 发了风似的朝狼群中一条最大的头狼冲撞过去 二郎速度快 先撞上了狼 大狼被撞出了三四米远 但没有被撞到 玄机站住 此时 凶猛沉重的巴勒 像一段粗大的撞成锤 碰的撞了个正招 头狼被撞得连连打了两三个滚 还没等头狼站起身 二郎等不及其他的狗护卫支援 立即单刀突入狼群中心 上前一口咬住他的咽喉 咔嚓一声 合拢牙口 四股狼血 喷向天空雪地 染红了二郎的头 也吓蒙了群狼 垂死挣扎的头狼 张牙舞爪 使出了最后的野蛮尽力 使劲地乱抓 在二郎的头部腹部 抓了好几把毛 抓出了十几道斜口子 可是 二郎野性满劲更狠 就是被抓开了熏堂 抓破了肚子也不会撒口 直到头狼完全断气 群狼好像都认识这条大恶狗 都领教过这条大野狗的武功 竟得后退了几步 不敢近身 发了间自己撞翻的猎物 被二郎如此干净利落地 抢得了先手 极为恼火 却又不好发作 只好憋足了劲 向另一条大狼撞过去 狗群似乎开了窍 大狗巨狗纷纷集体效仿 一条条的大块头撞进了狼群 二郎巴勒那些杀手狗 自此大开杀戒 狼阵终于被冲开了一个缺口 猎手们成事冲了进去 用套马杆敲打狼群 将狼群分割分散 狼们的脖颈 后背侧腹 顿时全暴露在杆子和狗牙之下 狼群间大势已去 全体发力 一仗单兵狼心孤胆 风头突围 差时间 狼群忠心开花 四下猛冲 围场内线一片混乱 群狼力图乱争求生 但不一会儿 每一条狼都被几条狗 一两个猎手咬住不放 外围猎圈的男女老少大呼大喊 猎手们则挥杆套马 往圈内施压 在内线 一向自抵为狼的栏目扎布 将几条狗扭住了一条大狼 便冲过去 一个俯身前探 飞出去一个贴地套圈 有意让过狼的短膊和前腿 狼的前半身刚入套 他立刻抬杆斗杆 像拧麻花一样的拧紧套绳 套住狼的后胯 不等大狼冲套别杆 就一拨码头 一分手腕倒托着狼跑起来 大狼被拖倒在地 像一条沉重的死麻袋 无法起身 大狼急得用爪的死死抠地 雪面动地离出两道沟 栏目扎布一边脱狼 一边呼叫杀手狗 在草原 套狼不易 杀狼更难 草原狼脖子短粗 套住脖子 狼会立即甩头脱套 即便狼甩不脱套 要拧紧套也不易 如遇到脖子特别粗的狼 套住狼脖子 就像套住了一段圆木 只要使劲一脱 套扣依然会滑脱 因此 有经验的猎兽套狼 都喜欢套狼的后夸 那是狼身最细的部位 只要套住拧紧 狼绝对脱不了套 但是杀狼就难了 如果勒紧脖子脱拽的话 可以把狼勒昏勒死 可是套住后夸 再怎么脱也勒不死狼 要是一人对付一头狼 那就更难得手 只要人一下马 狼立即就会站起来顺杆冲套 把套马杆杆头细杆生生别断 然后逃脱或伤人以后再逃跑 只有胆量技术都过硬的猎兽 能够一下马不等狼站起身 就迅速的拽干 把狼拽到身边前 再用马棒或刀子杀死 许多猎兽都不敢担任杀狼 常常指的牺牲狼皮 把狼一直拖到有人或有杀手狗的地方 让人或狗来帮忙杀狼 栏目扎布 专挑血厚的地方拽狼 一边寻找杀手狗 几条狗围着狼乱叫瞎咬 轻咬一口就跳开 就是不敢再要害处下口 栏目扎布突然发现二狼 刚刚咬断了一条大狼的咽喉 他认识了一条大恶狗 于是便向二狼跑去 一边大声的喊杀杀 二狼听到有人喊他杀狼 就丢下上位断气的狼冲了过去 二狼咬杀被套住的狼十分老道 他绕到狼的侧背后下手 用前爪奔住狼头狼胸猛的一口 准确咬断了狼的颈动脉 狼用爪子拼命反抗 但却抓不到二狼 栏目扎布跳下马 朝四周大叫 快把狼拖到这儿来 这条狗比狼还厉害 不远处另一条战线上 巴勒也在咬杀被套的大狼 马上就有几个猎手 拖着几条被套住的狼 向这两条猛狗靠拢 在围长混战中 除了巴勒和二狼这两条屠夫 恶犬大展身为外 还有一群如同艾斯基摩人的 毛茹茸的凶猛大狗 也格外夺人视线 这是道尔基家的一群 全场出名的杀狼大狗 各个都是职业杀手 组合配对极家 八条狗齐心协力 分工明确 快狗纠缠 笨狗撞击 群狗咬定 恶狗一口封猴 他们与狼交战 从不分兵 集中兵力 各个击破 此次又是八对一 杀完一条 再杀第二条 干净利索 已经一口气 连杀三条大狼 围猎中 猎手们也是三五一组的配合作战 一旦有人套住了狼 其他的人立即跳下马 拽住狼尾狼腿 再用沉重的马棒击碎狼头 围长的西北处 发出一阵野性的叫声 五六个猎手刺动马 狂奔追赶两条大狼 一个骑着快马的小马官 嗷嗷大叫 探身挥杆 狠抽大狼 把狼打得跑得口吐白沫 当狼跑出全速 把他甩开距离以后 又会有一匹快马 接力猛追猛打 等狼跑出最高速 等在侧前方的沙刺温 突然斜插过来 探身猛的套住狼头 但他不拧套绳 而是猛的横向一拽 在急忙松套 将狼狠狠的摔了七八个滚 当狼好不容易的翻身爬起 几个马官就用套马杆抽狼 逼狼再次狂奔 但是只要狼一跑出了速度 就又会从侧旁奔了一匹马 再给狼一个套头横拽 侧摔 打狼又被摔出五六个滚 狼每摔一次 众猎手就会齐声欢呼 意图一年来受狼欺负的胸中恶气 两条狼被猎手们套摔得晕头转向 再也不知道往哪里逃了 有一条狼连摔了三四次以后 已经跑不起来了 沙次郎扔下了泡马杆 急忙拖动 收腿 蹲安 再蹬腿 向头飞抱 从马背上飞身愉悦 狠狠的扑砸在狼身上 未等狼回过头 沙次郎已经骑在了狼背上 双手死死握住了狼的双耳 把狼头狠狠的往地上死磕 磕得狼满嘴满鼻子都是血 几个猎手纷纷跳下马 骑在狼身上 压得狼几乎喘不过一口气了 最后才由沙次郎从容拔刀杀狼 而另一条狼 也被三四个年轻马官 当绵羊一样骑着玩了一会儿 轮番在狼身上蹲了蹲屁股 然后才把狼杀死 陈镇和杨克以及所有的知青 都松松的垂下了套马杆 这场多年未有的成功围狼战 他们从头到尾只有围观的份了 他们最感遗憾的是 唯一一个被派进场的知青马官张继元 没有套着狼 那条侧面跑来的大狼居然在他快下杆的时候 突然急拐 给他打了一个擦身球 擦马腿而过 使他鞭长莫及 还差点别断了杆 而其他两个知青马官也像他们一样 成了外围的围观者 而且有一条大狼竟然从他俩的猎位中间冲出了猎圈 比利格老人看大局已定 便走到陈镇和杨克的身边 嗨 你们十来个知青也立了功 你们占了不少位置啊 要不然我就派不出那么多杆子手下去逃狼了 老人看出陈镇和杨克的遗憾 又笑笑说 你们那条大恶狗今天可是你们打工啊 我都给你们俩数了 他独割杀了两条大狼 还帮着猎手杀了两条 你们俩能分到两张大狼皮 剩下那两张皮子按打围的规矩 应该归讨住狼的猎手 一边说着 老人一边带着他俩向山下走去 此次打围 除了六七条速度战技和运气好的大狼 用高速反冲贴身钻控或别断套马杆的方法杀出重围以外 其他所有被围的狼全部战死 外围猎圈的人马呼喊着 从三面高坡冲下山来 围看围场中间的战利品 比利哥老人已经叫人将归陈镇杨克包的两条死狼拖到一起 并弯起马蹄袖和陈镇杨克一起拨狼皮筒子 嘎斯麦也已经招呼人 把他家巴勒咬死的两条大狼 以及桑杰家的狗咬死的狼统统拖了过来 桑杰和官部主动上前帮他拨皮筒子 陈镇早已跟老人学过怎样拨狼皮筒子了 此时他开始教杨克 先用锋利的蒙古刀沿着狼嘴将嘴皮与嘴骨剥离 再用力翻拨将狼头剥出 然后让杨克用皮条勾住狼牙 自己再揪住狼头皮往狼拨狼身翻拨 再用刀剥离皮肉 从头到尾像剥脱一条紧身毛衣裤那样 将整个狼皮翻拨出来 再分别割断四足和尾骨 此时狼皮的皮板在外 狼毛在内 两人又像翻大肠一样 再把狼皮重新倒翻过来 一整张狼皮筒子就算拨出来了 老人看了看 拨得还算干净 不带狼油 你们俩回到家 用干草把皮筒子塞满 再挂在长杆的顶上 往后啊 鹅伦草原上的人 就会认你们俩是猎手了 二郎和黄黄 一直都在两人身旁观看 二郎不停地舔着前胸前腿上的狼血和自己的血 舔得津津有味 黄黄也帮他舔头上的狼血 黄黄身上没有一吐伤 也没有几滴狼血 一身干净 像是狗中游手好闲的公子哥 却有好几个猎手夸他 说他前后扭住了两条狼 还会咬狼的后爪 没有黄黄 栏目扎布准套不住狼 杨克听了大乐 吐了一口气说 哼 这下 我也可以拿栏目扎布开涮了 他跟我一个样 也是人杖狗事啊 陈震从怀里掏出了几块大白兔奶糖 将给两元矮将 二郎三块 黄黄两块 他早有预感 此次打围 二郎和黄黄定有上加表现 两条狗把糖块摁在地上 再用嘴撕糖纸 然后用舌头卷起糖块 得意的昂起头 嚼得嘎巴作响 把其他的狗看得直滴口水 进去填地上的糖纸 自从北京之亲来到草原以后 草原狗都知道了世上 还有那么稀罕好吃的东西 能当着那么多的狗吃北京奶糖 是草原狗莫大的荣誉 嘎斯麦笑嘻嘻的走过来 对陈震说 你搬家走了 就忘了你老家的狗了 然后伸手从陈震怀里掏出两块奶糖 递给了巴勒 陈震慌忙将剩下的几块糖 全部掏出来交给嘎斯麦 嘎斯麦笑着拨了一块 放到了自己的嘴里 围场中热气腾腾 狼师 马身 狗嘴 人鹅 都冒着白气 人们以家族为小猎圈 分头剥狼皮 战利品 完全按草原上的传统规矩分配 没有任何矛盾 牧民的职业记性很好 哪条狼是哪条狗咬死的 哪个猎手套住的 不会出差错 只有一条被两人共同套住的狼 稍有争执 比利哥老人一句话也就判定了 卖了皮子打酒 一人喝一半 那些没有得到皮子的猎手和牧民 兴致勃勃的看人家剥皮 并对各家的皮筒子和各家的狗 品头论足 狗好 狼皮就完整无缺 狗赖 狼皮就赖 竟是窟窿眼 收获狼皮最多的人家 就会高声邀请人们到他家去喝酒 在草原上 围猎战果 人人有份 猎场上渐渐安静下来 人们就地休息 围场中最难过的是女人 他们大多在给自家的伤狗疗伤包扎 男人们只在打猎时使用狗 可女人们天天下也都得仗着狗 狗也是各家的女人从小把他们像养孩子一样的喂养大的 狗伤了 死了 女人最心疼 几条战死的狗还躺在草地上 在草原 猎狗战死的地方就是他魂归腾戈里的天葬之地 而执行天葬使命的就是狗们不共戴天的仇敌 草原狼 比利哥老人说 这是公平的 狗应该感谢狼 要是没有草原狼 要是没有草原狼 莫名也用不着家家拿这么多肉养那么多狗 剩下的小狗杂都得被扔上藤阁里去了 战死的狗 静静地躺在草原战场上 没有一个草原蒙古人会对漂亮厚密的狗皮打主意 在草原 狗是人的战友 密友和义友 草原人的生存靠的是两项主业 狩猎业和游牧业 草原人打猎靠狗 守养靠狗 狗是比中原农民的羹牛 还要重要的生产工具和蓄群卫食 狗比牛又更通人性 是草原人排遣原野寂寞的 不可缺少的感情依托和精神伴侣 蒙古草原地义广人稀 环境险恶 草原狗还有报警救命的起功 高斯奈总是面面不忘巴勒的救命之恩 一年深秋 他倒炉灰 不曾想在交涉的炉灰里 还有一粒未熄的羊分 那天西北风刮得正猛 不一会儿就把火星吹到草里 把门前的枯草烧着了 当时家里只有他老儿子和孩子 他在包里做针线活 一点也不知道外面的事情 忽然 他听到巴勒一边狂笑一边挠门 他冲出门一看 灰坑前的火已经烧出了两百多步远 十几步宽了 再往前就是牧场其他大队的冬秋季大草场 草高草密油性大 一旦烧起来谁也挡不住 这年全场的大队牲畜不被烧死烧伤 也过不了没有草的冬季 他肯定得判刑坐牢 巴勒吉士报警 给他抢出了比生命还宝贵的时间 他脱了一块 浇湿了个大毡冲进火场 用大毡裹住自己 拼命的在火里打滚 在脱毡压火 总算在大火烧着高草之前扑灭了火 嘎斯麦说 没有巴勒 他就完了 嘎斯麦还对陈镇和杨克说过 草原上的男人都贪酒 常常有人骑马喝醉了酒 摔下马 冻死在雪里的事情 其中有的人没有死 就是因为带了狗 是狗跑回了家 吊着女主人的皮袍 叫来人 才把男主人从深血里救回家的 在俄伦草原 家家都有救命狗 包包都有被狗救过命的 男人和女人 你会用这些人的救命狗 这些人的救命狗 他家人的救命狗 因为他的救命狗 quindi 对